不过,把他撂倒在病床上的,并非可怕的苦艺生活,并非苦工,并非糟糕的伙食,并非剃光头,并非睡不头拼成的球衣。 对他来说,这些苦难和折磨算得了什么?恰恰相反,他甚至喜欢干活,肉体上磨着筋疲,一节之后,他至少可以安安拧拧地睡好几个小时的觉。 就像饭菜,是扶着张楠的清水菜汤,对于他来说,这又算得了什么? 以前,当他还是大学生的时候,常常连这种饭菜都吃不上了,他身上的球衣,暖暖和和,而且与他现在的生活方式十分相宜,他甚至感觉不到身上带着镣铐。